澳洲旅游美食推荐 澳洲有很多美食 以下是一些澳洲旅游美食的推荐 烤肉 澳大利亚人非常喜欢烤肉 所以你一定不要错过 品尝这个当地的美食 可以去餐厅或者公园烤肉 还可以去海边享用烧烤 海鲜 澳大利亚有很多海岸线 所以你可以尝尝当地的海鲜 比如新鲜的龙虾 虾 螃蟹等等 茶点 澳大利亚的茶点 很有特色 尤其是传统的蛋糕 饼干 酥皮 果酱等等 非常适合下午茶 澳洲牛排 澳大利亚的牛肉质量非常好 所以你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牛排 可以去正宗的牛排餐厅 澳洲葡萄酒 澳大利亚的葡萄酒 是世界著名的品牌 尤其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非常值得一尝 澳洲咖啡 澳大利亚的咖啡文化非常盛行 可以去当地的咖啡店 品尝一下澳洲式咖啡 澳洲当地水果 澳大利亚的水果种类非常丰富 尤其是热带水果 比如芒果 番石榴等等 非常新鲜美味 希望这些推荐对你有帮助 祝你旅游愉快 澳洲十大观光圣地推荐 以下是我为您推荐的澳洲十大观光圣地 悉尼歌剧院 澳洲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歌剧院外观壮观 内部也非常精美 可以参加演出或者参观内部 大宝礁 世界自然遗产 位于澳洲东海岸 有众多珊瑚礁和热带鱼群 可以潜水或者乘船观光 灰色线路 横跨澳洲大陆的铁路 是澳洲著名的旅游路线 可以欣赏澳洲广袤的自然风光 阿瑞斯罗克 澳洲南部的著名景点 有巨石群 自然桥和瀑布 非常壮观 塔斯玛尼亚 澳洲最南端的岛屿 被誉为地球上的天堂 有许多美丽的海滩 森林和山脉 凯恩斯 位于澳洲东北部的城市 是前往大宝礁的主要起点之一 也是探索丛林和瀑布的好地方 阿德莱德 澳洲南部的城市 有许多博物馆和艺术画廊 同时也是品尝澳洲美食的好地方 珀斯 澳洲西海岸的城市 有美丽的海滩和自然景观 还有著名的国家公园和葡萄酒产区 坎贝尔镇 澳洲北领地的小镇 是前往乌鲁鲁爱尔斯沿的主要起点之一 还有博物馆和当地文化体验 黄金海岸 澳洲东海岸的城市 有美丽的海滩和主题公园 适合家庭旅游和年轻人度假 介绍雪梨 Sydney 雪梨 Sydney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 也是一个国际化文化多元 充满活力的城市 它坐落于西尼港 Sydney Harbor南岸 是澳洲著名的旅游圣地之一 以下是雪梨的一些亮点 西尼歌剧院 西尼歌剧院是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外形独特 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 西尼海港大桥 西尼海港大桥是一座跨越西尼港的钢筋混凝土拱桥 也是西尼的又一标志性建筑 西尼塔 西尼塔 Sydney Tower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之一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和周围的海滩和山脉 海滩和公园 西尼有着许多美丽的海滩 包括邦迪海滩 曼利海滩 科罗拉多海滩等等 还有很多公园 工人们休闲娱乐 例如皇家植物园和海德公园 文化和艺术 西尼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艺术活动 例如西尼歌剧院的演出 西尼著名的Viva的灯光艺术节 西尼国际艺术节等等 美食 西尼有着丰富多样的美食 从当地的海鲜 肉类到各种国际美食 例如中国菜 日本料理 意大利面食等等 让人们可以享受到各种美食的滋味 总之 雪梨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 拥有许多独特的景观和文化 是澳大利亚旅游的必到之地 介绍布里斯本 Brisbane黄金海岸 Gold Coast 布里斯本 Brisbane和黄金海岸 Gold Coast 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最受欢迎的两个城市之一 拥有着独特的风景和文化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布里斯本 是昆士兰州的首府 是一个现代化 多元化 充满活力的城市 它拥有着许多博物馆 艺术馆 公园和购物中心 例如昆士兰美术馆 昆士兰博物馆 和南岸公园等等 此外 布里斯本的气候温和宜人 人们可以在这里 享受到阳光明媚的天气 和优美的自然风光 布里斯本 也是一个购物和美食天堂 有着各种各样的商场和餐厅 让人们可以尽情享受 购物和美食的乐趣 黄金海岸 是澳大利亚东海岸 最受欢迎的旅游圣地之一 以其美丽的海滩 浪漫的度假村 和丰富的户外活动 而闻名于世 黄金海岸 有着著名的海滩和水上乐园 例如冲浪者天堂 Surface Paradise 和梦幻世界 Dream World等等 吸引着许多游客 前来观光和休闲 此外 黄金海岸 还有许多自然公园和动物园 例如库兰加塔国家公园 和昆士兰动物园 让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 澳洲的野生动物和自然风光 总之 布里斯本 和黄金海岸 都是澳大利亚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 探索其独特的文化和风景 介绍墨尔本 Melbourne 墨尔本 Melbourne 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 也是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的首府 被誉为文化之都 墨尔本 以其优美的建筑 多样的文化 精致的餐饮 和时尚的购物而闻名 在这里 您可以找到许多著名的景点 如墨尔本皇家展览馆 Rueo Exhibition Building 墨尔本博物馆 Melbourne Museum 弗林德斯火车站 Flingers Street Station等等 墨尔本 还拥有许多艺术馆 和表演艺术中心 如国家画廊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和皇家墨尔本音乐厅 Melbourne Recital Center 让人们可以欣赏到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墨尔本也是一个美食天堂 有着各种各样的餐厅 和咖啡馆 供人们品尝当地 和国际美食 墨尔本也以 其时尚的购物中心而闻名 例如乔治街 Cullins Street和查普尔街 Chapel Street 拥有许多知名品牌 和时尚精品店 除了城市的魅力 墨尔本周围 也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 您可以前往格雷特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观赏世界著名的海滩 和岩石景观 也可以前往菲利浦岛 Philip Island 看到可爱的小企鹅 和其他野生动物 总之 墨尔本是一个充满活力 和文化底蕴的城市 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景点 值得游客前来探索 介绍凯恩斯 Kerens 凯恩斯 Kerens是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的一个城市 位于珊瑚海沿岸 是探索大宝礁的理想出发点 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气候宜人 是一个度假和冒险的热门目的地 除了大宝礁 凯恩斯还有许多其他 值得一游的地方 您可以前往库兰达雨林 Qranda Rainforest 探索热带雨林 瀑布和当地的文化 还可以前往戈登峡谷 Gorderville 参加白水漂流 滑索和爬烟等活动 凯恩斯 还有许多美丽的海滩 例如帕尔姆湾 Palm Cove和爱丽海滩 Alice Beach 供游客们放松 和享受海滩生活 此外 凯恩斯周围的海洋生物 和野生动物 也是游客不容错过的 您可以选择潜水 浮潜或乘船游览大宝礁 欣赏到海龟 海豚 鲨鱼 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 总之 凯恩斯是一个充满活力 和冒险的城市 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景观 和许多娱乐活动 如果您想要度过一个充满活力 和令人难忘的假期 凯恩斯绝对是一个值得前往的目的地 介绍塔斯玛尼亚 塔斯玛尼亚 塔斯玛尼亚 塔斯玛尼亚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岛屿州 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海岸 距离墨尔本 仅有一小时的航程 这个小而美丽的岛屿 以及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独特的野生动植物 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而闻名 塔斯玛尼亚 有着广阔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其中包括 塔斯玛尼亚世界遗产区 拥有许多独特的自然景观 和野生动物 如卡拉克斯雨林 Cradle Mountain 和塔斯玛尼亚魔鬼 Pasmanian Devil 此外 塔斯玛尼亚 还有许多美丽的海滩 湖泊和河流 供游客们放松 和享受大自然之美 塔斯玛尼亚 也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博物馆 历史建筑和艺术画廊等 霍巴特 Hobart是塔斯玛尼亚的首府 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拥有许多精致的餐厅 咖啡馆和商店 此外 塔斯玛尼亚 还以其美食和葡萄酒而闻名 这里的食材新鲜 美味 还有许多当地餐厅 提供美食体验 塔斯玛尼亚的葡萄酒 也备受好评 包括精选的霍巴特葡萄酒 和塔斯玛尼亚葡萄酒等等 总之 塔斯玛尼亚是一个充满活力 和美丽的州 拥有着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 历史文化和美食文化 如果您想要度过一个独特 放松和令人难忘的假期 塔斯玛尼亚 绝对是一个值得前往的目的地 介绍 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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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斯是澳大利亚西部最大的城市 也是世界上距离最远的大城市之一 这个城市位于印度洋沿岸 享有美丽的海滩 阳光明媚的气候 和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观 帕斯的自然景观 是其最大的亮点之一 这里有广阔的海滩 清澈的海水 和许多壮观的自然公园和保护区 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景观 包括皇家公园 Kings Park珀斯动物园 珀斯 帕斯 帕斯 希尔夫石滩 卡斯洛比奇和罗托尼岛 Ratnest Island等 这里也是澳大利亚 最佳的冲浪 和水上运动地之一 如冲浪 滑皮艇 反板 钓鱼等等 博斯 也是一个富有文化氛围的城市 这里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 博物馆 艺术画廊等 其中最著名的博物馆 包括 西澳大利亚博物馆 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 和珀斯文化中心 Pers Cultural Center 此外 珀斯还有许多音乐和艺术节 如珀斯国际艺术节 Pers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和西澳大利亚裸眼电影节 WA Naked Filmmaking Festival等等 珀斯也是一个美食之都 这里有许多精美的餐厅 咖啡馆 和酒吧 西澳大利亚洲出产的新鲜海鲜 和葡萄酒 备受好评 特别是来自斯旺河谷 斯万威利的葡萄酒 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好的橄榄油之一 总之 博斯是一个令人心旷神医的城市 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 文化和美食 是一个理想的旅游目的地 无论是想放松身心 还是想探索西澳大利亚的自然之美 博斯都是一个值得意游的城市 介绍圣灵群岛Witt Sandys 圣灵群岛Witt Sandys 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圣地 位于昆士兰州中部 是一个由74个小岛组成的群岛 这里拥有清澈的海水 美丽的白色沙滩 丰富的海洋生物 和多样化的自然景观 是一个度假和水上运动的天堂 圣灵群岛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 是新型珊瑚礁 这是一个以新型为特征的珊瑚礁 是全球最浪漫的景点之一 让许多情侣梦寐以求 此外 这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珊瑚礁和海洋生物 如海龟 鱿鱼 和各种色彩斑斓的鱼类 在圣灵群岛 游客可以参加各种水上运动活动 如滑皮艇 冲浪 浮潜 潜水 钓鱼等等 游客还可以乘坐快艇 或帆船游览群岛各处 欣赏绝美的海滩 和壮观的自然景观 此外 还可以在岛上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 如高尔夫球 乘直升机或热气球飞行 参加SPA或按摩等等 圣灵群岛的住宿条件也非常好 这里有各种档次的酒店 度假村和海滩小屋可供选择 从豪华到经济实惠都有 岛上还有许多美食餐厅 提供各种美味的海鲜和当地菜肴 总之 圣灵群岛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旅游圣地 是澳大利亚东海岸壁区的景点之一 无论是想探索海洋生物 还是想放松身心 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度假圣地 介绍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城市 也是南澳大利亚洲的首府 它位于阿德莱德平原上 被靠阿德莱德山脉 周围被广阔的葡萄园和农田所环绕 阿德莱德是一个美丽 宁静的城市 被誉为20分钟城市 因为无论宁在市中心还是市郊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只需要20分钟 阿德莱德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 如南澳博物馆 艺术画廊 昆虫博物馆等等 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广场 是一个历史悠久 气氛浓郁的地方 这里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雕塑 是游客感受阿德莱德文化的好地方 此外 还可以到格伦尔公园 Gleno沙滩度假村 海豚观赏中心等地游玩 阿德莱德还是一个美食天堂 这里有许多高品质的餐厅和咖啡馆 提供当地新鲜食材制成的美食 另外 阿德莱德是南澳大利亚洲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许多知名的酒庄和葡萄园都位于市郊 游客可以前往品尝当地的美酒和美食 除了室内景点外 阿德莱德周围还有许多美丽的地方可以游览 如巴罗沙谷 巴拉萨维利葡萄酒产区 卡普里奇奥山脉 卡帕达和庞德威拉国家公园 潘迪尔伊等等 此外 阿德莱德附近还有著名的景点 如袋鼠岛 Kangaroo Island和弗林德斯山脉 Flinders Rangers等 这些地方都值得意游 总之 阿德莱德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城市 它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还有美丽的景色和美食 澳洲必买20款伴手礼推荐 以下是澳大利亚的20款必买伴手礼推荐 蒂姆汉顿Tim Tam饼干 这种巧克力饼干是澳大利亚的特色美食 是澳洲人的最爱 卢拉布朗Lalabelle香皂 这是一种当地手工制作的天然香皂 采用澳大利亚当地的植物和精油制成 卡都爱鲁 Cocadu Plum粉 这是一种富含维生素C的超级食品 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和提高身体抵抗力 坚果巧克力 澳大利亚出产的坚果巧克力非常受欢迎 口感浓郁 同时也是一份健康的伴手礼 澳大利亚葡萄酒 澳大利亚是世界葡萄酒生产的大国 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品质极高 不妨选购一瓶留作纪念 胡桃饼干 这种饼干是澳大利亚的特色食品之一 采用当地的新鲜坚果制成 澳大利亚蜂蜜 这里出产的蜂蜜品质优良 可以选择当地特色的红树蜜 猫尾草蜜等奶酪 澳大利亚是一个奶酪产量大国 有许多特色奶酪 如青岛兰 埃德雷布鲁等 马卡龙 这是一种色彩鲜艳的甜点 口感香甜 是澳大利亚特色甜点之一 巧克力棒 澳大利亚出产的巧克力品质极高 有许多不同口味的巧克力棒 可供选择 鱼籽酱 澳大利亚出产的鱼籽酱 品质非常优秀 可以选择一些特色的当地品牌 澳大利亚珍珠 澳大利亚出产的珍珠 品质极高 可以选择一些特色的当地品牌 维多利亚洲薰衣草 这里出产的薰衣草品质优良 可以购买一些薰衣草油 薰衣草袋等 澳大利亚红茶 澳大利亚的红茶质量也很高 可以选择一些当地特色的红茶品牌 丝绸围巾 澳大利亚出产的丝绸围巾质量上乘 可以选择一些当地品牌 凯恩斯果汁 这种果汁口感鲜美 可以选择一些当地特色的品牌 豆类 澳大利亚的豆类也很有特色 可以选择一些当地种植的黑豆 绿豆等 澳大利亚手工艺品 这里有很多手工艺品 如当地原住民制作的木雕 珠宝等 纪念品 可以购买一些澳大利亚的纪念品 如悉尼歌剧院的明信片 小雕塑等 野生动物纪念品 可以购买一些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纪念品 如袋鼠 烤拉等的毛绒玩具 或者当地制作的陶瓷动物等 澳洲必买品牌 以下是一些澳大利亚知名的品牌 可以作为购物时的参考 RM Williams 澳大利亚的著名鞋履品牌 以手工制作的靴子和皮鞋而闻名 UP 澳大利亚的UP鞋子 是全球最知名的澳大利亚制品牌之一 以其柔软的羊毛内衬和舒适的鞋底而著名 ESAP 澳大利亚著名的护肤品品牌 产品质量高 设计独特 以及具有草本和植物成分的护肤配方 Jelik 来自南澳大利亚的天然护肤品牌 产品以使用有机草药和植物成分为特点 广受欢迎 Billabong 澳大利亚著名的冲浪品牌 拥有各种水上运动服装和休闲装备 Coopers 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啤酒品牌之一 以其传统的啤酒酿造方式和浓郁的口感而闻名 Vegemite 澳大利亚的一种传统食品 它是一种用酵母制成的黑色酱料 可以用来涂抹在面包上 Bega Cheese 澳大利亚知名的奶酪品牌 以其浓郁的口感和幼稚的奶源而著名 Catberry 来自澳大利亚的著名巧克力品牌 以其丰富的口味和高品质的材料而著名 Black Mors 澳大利亚著名的保健品牌 以其纯天然的配方和高品质的材料而受到广泛欢迎 澳洲必买的保养品推荐 以下是一些在澳大利亚可以购买到的著名保养品品牌及其代表产品 EESAP EESAP的洁面乳和护肤霜都备受好评 是一款品质上升的护肤品牌 Dralique Dralique的玫瑰护手霜和护肤霜 以及草本面膜神兽用户喜爱 Sukin Sukin是一种天然 有机的护肤品牌 以其脸部清洁和滋润的面霜为特色 La Roche Posay La Roche Posay的护肤产品适合各种肤质 尤其是对于敏感皮肤和问题肌肤有很好的疗效 Trility Trility的玫瑰护肤油和海藻精华素 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保养品之一 特别适合干燥的肌肤 Mugu Mugu是一种天然有机的护肤品牌 其中最畅销的产品是它的奶油和护手霜 The Body Shop The Body Shop是一家国际性的护肤品牌 它的身体乳液 身体油和唇膏等产品非常受欢迎 Cora Organics 由超模Moranda Kerr创立的品牌 使用天然有机成分 以保湿和抗衰老为主要功效 GoTo GoTo是一个新兴的澳大利亚护肤品牌 以其多功能护肤油和清洁乳液而著名 以上是一些澳洲值得购买的保养品品牌和产品 不同品牌和产品 使用于不同的肤质和护肤需求 购买前最好做好功课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Youtube 感谢观看